另外说到学生 有人在找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财政部在9月的时候 开出的发票特别奖1000万元 到现在还有8张 没有兑换 其中还有一位幸运儿 他在新竹国立 扬名交大的超商 只花了26块买饮料 就中了大奖 让学生们都超级羡慕 不过这个兑捷的时间 到5号就截止了 幸运儿到现在还没有现身 全校现在都 都在找这位得奖者 而税务局也指出 中奖者使用的是一卡通云端发票 而且没有恢复 所以他并不会收到得奖通知 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幸运女神给眷顾了 也计判不过这个兑捷的东西